好 我們從剛才的講解中 我們知道 氫磷子的濃度 或者氫氧根的濃度 可以當作酸鹼質的指標 氫磷子濃度誰 十的負七四方答案 大家都有十 大家都有負 那就把它省掉 不要管 這樣簡單 對一下跟我們一樣就懶惰 所以我們就定個PH值 國中是這樣教的 高中會用對數的寫法寫給你看 但是國中沒有對數 所以國中就這樣寫 氫磷子濃度是石的負偏體脂肪大胺 這樣我就知道這個就夠了 PH就夠了 所以我不要簡寫成這樣你就知道它的酸鹼程度 所以PH值就是一個酸鹼值的指標 就是所謂的氫磷子濃度 代表它的酸鹼性 對照前面交過的 氫磷子濃度大於10的負七 等於10的負七跟小於10的負七 你就曉得如果是酸性 PH值比10的負七大 負6負5負3 所以PH就小於7 如果我是中性 那就是10的負七就等於7 所以PH值小於7的叫做酸性 等於7的叫做中性 它大於7呢 就是減性 就是我的氫磷子濃度 比10的負七小負八負九負十 所以就是8、9、10 所以就比7大 所以大於7的就是減性 所以 其實氫磷子濃度的排列跟PH值排列正好怎樣 想法 其實濃度越大 PH值越小 PH值越大 其實濃度就越小 就是用PH值來代表我的酸鹼性 要記得大於7等於7、小於7 各式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所以PH值越小 其實濃度就越大就越酸 PH值越大 其實濃度就越小就越減 所以這裡有一個常見的PH值 基本概念就是這樣子 PH值就是7粒子的破濃度 用來表示一個東西的酸鹼性 PH值如果越小 就代表濃度就越大 東西就越酸 PH值越大 就代表濃度就越小 就代表東西就越減 所以這裡有一個常見的PH值 有人會考 有人會問 稍微欣賞一下 胃液、牛酸、醋都酸性沒有問題 注意一下 那個尿是酸的 尿酸、尿酸、尿酸OK 沒問題 牛奶有一點小小的酸性 牛奶有一點小的酸性 還有一個血液 小小的一點鹼性 有一些提倡素食人說 血液要偏鹼 才會健康 肉吃太多了 血液會偏酸、會不健康 血液會偏酸、會不健康 這句話其實是有點小問題 因為人類 體內的PH值 變化都不會太大 不然你好像掛掉了 不要掛掉 不會太大 血液然後海水也有一點鹼 然後看一下 這有人會問 欣賞一下就可以了 好 好 那有一個叫做酸鹼 指示劑 我們教過了 什麼石蕊啊 什麼之類的 他可以用他顏色的變化 來告訴我 他是酸性、中性還是鹼性 這樣石蕊是指 於是這個表格給過有沒有 給過 請你背過對不對 石蕊、酸中顏色、鹼中顏色 分開有沒有 旁邊有個變色範圍 在國中大部分都沒有用 曾經考試考過 但大部分都沒有用 就是 未來要教酸鹼、中和的時候 會從A顏色變成B顏色的地方 叫做變色範圍 這個在國中大部分都沒有用 以後 考試考到了 有題目說的話 我們再來講就好了 然後廣用有個紅塵、黃綠、色碼表 這個 上次做實驗看過對不對 可是看它的顏色 大致判斷它的pH值是多少 它不同的pH值有呈現不同顏色 這我們之前做實驗的時候 拿來用過 請各位去看過、對照過、看過 OK 除了我們前面教過那個石蕊之外 還有別的東西 像這些都是平常吃飯的時候 會用到的 吃菜都會吃到的 我們質感來紅綠菜 所以你拿東西在炒菜的時候 加醋、加東西 不一樣會呈現不一樣的顏色 OK 但是你不需要背 我有驕傲 但是原則上不需要背 有人有考過 但幾乎沒有人問 叫做質感來 酸的顏色、鹼的顏色 酸的顏色、鹼的顏色 打贏加 知道現在就可以了 質感藍菜 還有那個 有人覺得它不好吃的紅綠菜 紅綠菜 紅綠菜 對 有人覺得它不太好吃 還是有人可能很愛吃 隨便你 反正就是這樣子 不要拿 OK 簡中顏的顏色 看一下 就好了 還有一個 PHE 這個比較精確 可以量到小數點第二位 到底它PHE有多少 那個自優班有 自優班還有兩台PHE 可以量得比較準確的 這也有人問過這件事情 PHE 來量比較準確的PH值的大小 然後使用一些東西 因為我們也碰不到 就不用管它了 如果以後你碰到 還有它使用步驟 要注意事項 以後再說 這就是PH值 OK PH值就是氫質的墨濃度 原則上可以考計算 但是國中現在幾乎沒有人在考PH值 就是丟給你的容易 問你說它PH值有多少 國中幾乎沒有人在考這件事情 所以就算了 萬一有人問呢 萬一有人問就是去算清理值的墨濃度 那就會有注意一些小事情 然後我們後面會提到這些小事 稍後再說 好 第一 現在不太考PH值值得算 丟給你的容易 問你PH值有多少 這個現在幾乎沒有人在考 第二 萬一有人考 萬一有人考 就是請你去算 請你值得墨濃度 前面教過的墨濃度的計算 但有一些小事要注意 以後再說 那剩下一些細節啊 都高中的事情 比如說講過的解離度啊 油酸丟下去到底怎麼解離的 那個都是高中以後的事情 我們國中就不管 讓各位了解一下 觀念重點 PH值大於7 叫做減性等於7 叫做中性 小於7叫做酸性 PH值越大 7的濃度就越小 就把這個重要觀念記住就可以了